將設計好的 人工智慧的 APK檔案呢 複製到安卓手機 那 各位看一下 我們下載完成就會在下載區 這是我們專欄名稱AP1 按右鍵把它做複製 到哪裡呢 這是充型老師Xperia的手機 欸 竟然怎麼沒有呢 其實這地方 在你的手機要注意喔 你必須告訴你的手機做什麼事情呢 告訴你的手機說 在連接的時候呢 必須 要讓它 做什麼呢 檔案傳輸 好 這個地方 必須在手機上面做喔 充型老師已經把我的手機 Xperia改成檔案傳輸 這時候才會看見這個 第一次看不見喔 好按兩下 在什麼地方呢 再點Download 那這時候呢 再把我們做好的這個檔案呢 我先把Jill3組 按右鍵把它貼上 那就可以把我們剛剛所設計好的 APK檔案複製到這裡來 不過 不可以在這裡做安裝喔 在這裡按兩下 可不行喔 沒有辦法從電腦去安裝手機的程式喔 必須在我們的 Xperia裡面的Sony的安卓手機 去做 安裝的動作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從手機 安裝給 各位看一下 好我們是放在這裡看一下喔 待會呢 在安卓手機要啟動 檔案總管 類似檔案總管的東西 進到Download資料夾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AP1 然後 然後 我們來看看 感谢观看